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热播,话说剧里最里面谁最讨厌,有人提名万传家,有人提名韩主任。 小编也说一个,王庆志,准确来说,他不应该说是坏人,就是有点绿茶吧。 春风话雨,润雾无声地把自己的事情给办了。 和幸运被闹婚,王庆志是第一个发现的人,也是畏惧于万传家的淫威而沉默。 自己谈了一个女朋友,结婚需要钱,母亲提出让小妹资助一点,王庆志嘴上说不行,最后肯定照单全收。 就像和幸福拼命要回来的40万赔偿款,爸妈给了他35万买房,他也是嘴上客套一下,最后还是买房了。 可家里出事打官司的时候,自己一趟家没回,顶多打电话问候一下,要不是幸福给他打电话向他讨注意,都忘了万家有这么个人。 等官司打完了,赔偿款拿到了,屁颠屁颠地带着女朋友回家了。 在城里买了房其实一开始不打算让哥嫂去住的,最后无奈之下才让其住进去。 这样的王庆志,给你你喜欢吗?喜欢留言,临走。